大家好 我们现在是来到一个非常偏远的地方 这个地方是贝朝大海 因为这几天我们一直都没有行动 我们在找一个位置 从来在看天气和风向 但今天我们刚好在地图上看到一个位置 就是它正好就是靠着大海的位置 我们在这个位置说不定可以钓到大鱼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我们是已经到了这个外海的地方了 你们看 是一片天一片地的 全部都是山分海 非常靠近的外海 而且天气和风向现在都非常不错 看我们有机会钓上大鱼 我现在要去填个看一下地形 如果被水淹的话 我们今天可能就钓不了 这边地形非常不好走 如果长潮的话这边就全被水淹了 所以要提前先看一眼 如果情况不对的话我们就得撤 好 我刚才摔了一下 这个路太不好走 都不是人能走的劲 这怎么过去了 可能情况不太乐 如果说晚点的话 路不顶了 不太好 位置不太好 现在的位置不太好 跟大家说一下 今天可能掉不掉了 因为现在这个位置 刚才你们也看到了 就是它只有很少的一段路 是通往那边我们的入口的 如果我们再往前走的话 去前面钓鱼的话 晚上一旦要是涨潮 那我们可能就回不去了 甚至有可能被困在这里 所以先撤吧 反正我们大老远来都来了 那就先坐着钓 有句话怎么说来的 江太公钓鱼 院者上钩 没鱼 那就等着呗 哈喽 哈喽大家好 现在我们已经开始准备作业了 但是问题是今天可能钓不到鱼 人有点多 然后分项也不是很好 尽量把非定能见得到 每种有什么鱼可以钓到 江太公钓鱼 院者上钩 现在已经长潮了开始了 刚才很好 现在潮水都已经慢盖过来了 我再坐会儿也不着急 沿了没事 沿了我还能撑一会儿 那边很好 露点海水冲岸的事情 我这短短几个鱼啊 钓不到鱼啊 怎么办呢 没办法 给大家看看风景吧 非常抱歉 没有给大家带来好看的视频 我也很难过 但是我们要保持乐观 下一次我们会是中海钓鱼 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精彩的视频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们 请来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 拜拜